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抵飞胜 你这是何意 事情我帮你办完了 这个 我拿走了 抵飞胜 莫要这么猖狂 这里乃是我万圣道 不是你想来便来 想走便走的 现在这万人策上 武功排行还真是儿戏 嫡盟主说得没错 你们二位也做得很好 放眼当今天下 武功大成者 能有几个人的武功 敌得过嫡盟主呢 所以本尊很有诚意 与嫡盟主一起合作 嫡盟主若是真有急用的话 我便将罗摩鼎和罗摩天兵 借给嫡盟主便是 眼下还有一样东西 我听闻 嫡盟主四处派人搜寻 望穿花的下落 机缘巧合 此花正好在我的手里 我想嫡盟主 一定很感兴趣吧 此话当真 此叶便是望穿花的花叶 你可以找药膜 去仔细辨认一番 只要嫡盟主 将手上两样东西 用完以后 早日归还于我 我便将望穿花 赠予嫡盟主 如何呀 主意倒是不错 收好你的望穿花 等着我 哼 还是只有我最清楚 如何才能捏住我的男人 怎么样 我跟你提过这望穿花 是不是真的很有用 不枉我 四处派人搜寻 抢先一步将望穿花 纳入到我的手中 善门主 我这次不计前嫌 与你再度合作 你当知 我想要的是什么 放心吧 用完狄飞声之后 它便是你的了 放心 前车之鉴 我可还历历在目呢 上次不过是权宜之计 你也看到了 敌飞声逼到了眼前 我只能假意顺着它 若是我们二人 都与它撕破了脸 对我们南印国的大业 可是不利呀 这把快刀 我觉得 暂时先留着吧 善门主大可不必 把过河拆桥 说得这么好听 若不是我传消息 让雪宫赶去救你 谁又能知道 你被关在了何处 更何况 你我本就同出一组 即是南印王室的后人 更应该一条心哪 所以呢 你怎么了 不咱了 行了 马上 谢谢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